世纪疫症,打乱不少内地生源计划来港就读计划,部分大学生业满租楼地区,租客就减拖累,租金受压,部分业主减价求客,也有业主索性将单位转租为卖,令放盘量持续增加。 由于业主加大以价空间,成交速度增快,美联陈国良表示,沙田市中心本月站六七宗成交,上月全月紧六十三宗成交,最新一宗成交为沙田中心嘉宁大厦高层施室,实用面积347方尺,单位原租与国内学生,为去年租约结束后,眼见租金下跌,即计划转租为售。 上月叫价660万放盘,但一直没人问津,最终一减再减,近日以590万元售出,减价70万元,减幅达10.6%,尺价17002元,创两年来新低。 此外委华中心三座中层F单位,一个包基本装修,实用面积358方尺的两房单位。 原业主上月放盘叫价668万元,经过近一个月调节,减价43万元以625万元成交。 赤价17458元,减幅达6.4%,陈国良指,主要由于眼见疫情持续恶化,导致租金持续下跌,令不少业主都打算转租为售。 一时间放盘量大增,加上业主愿意加大以价空间。一般只要有5-8%的减幅,新买家就会愿意成交。 因此成交速度都加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